我们现在看第十三章 这我讲义上面的章书 万有引力 Universal Gravitation 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用了一部分的 万有引力里面的一些概念 因为我们的题目 有很多题目可以从里头出来 那个时候要应用到牛顿第二定律来计算 那现在我们 其实它单独有一章 单独有一章 就是介绍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是牛顿所发现的 这万有引力牛顿是发现什么呢 他说我们宇宙之间 任何物体 指点就是任何物体 对其他的物体 都有一种吸引力 他先是用指点 就是说假定这两个是任意的两个指点 这两个指点之间 彼此就有吸引力 那这个吸引力呢 到底是多大呢 那么牛顿就把它研究出来 他从前人所做的一些 天文学的一些 一些记录里面 他从天体来看 就计算出来 这个万有引力 他所计算出来的万有引力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看这个符号的规定 符号的规定 R1-2 就是指指点1 相对指点2的位置 指点1 相对指点2的位置 就是说 你从指点2来看指点1的话 它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R1-2 OK 那么R1-2的单位向量 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方向的 OK 那么他就说 这个时候 指点1呢 就受指点2的引力 指点1 受指点2的引力 就指点2 指点1受别人的引力 2吸引他 就朝这边走 这个引力的大小等于什么呢 跟他的质量 跟他的质量 两个质点的质量成正比 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方向呢 这是一二了 那这个是一二了 方向呢 相反 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方向 这个力就是推力了 它是吸引力 因此是负的 那么这个G呢 大G 它是一个常数 叫外有引力常数 指点2所受指点1的力 指点2被指点1吸引 它的力是F21 也是跟M1跟M2成正比 跟距离R21的平方成反比 然后方向呢 也是吸引的 不过这个里头要注意 它这个式子 牛顿发现以后 它不敢发表 因为他知道 这个指适合什么东西呢 指点 就是说M1跟M2 是点重的物体 才能用这个式子 他当初用天文学了 那么我们看天上的星星 距离我们都好远好远好远 它是一个点 所以他用的这个是指点 如果你是一个物体的话 真正像这么大的一个物体 你不能用这个式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像这么大的物体 你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R12到底要怎么算 我们现在是 比如说这是球状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球星 到这个球星 算是R12 或者是R21 但是 如果这随便什么物体的话 那你要怎么算 你要怎么算 你要从这里 算到 算到这里 跟从这里算到这里 这个值会有差 会有差 所以 如果不是指点的话 R12 就是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 你没有办法把它 用一个量把它表示出来 OK 那么 所以它这个式子 只适用于指点 只适用于指点 所以它导出以后 它不敢发表 因为不是任何物体 都可以用 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就找不到指点 任何一个像 一个小小的粉笔头 它都是一个物体 好 于是它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花了30年的功夫 就是说它这个论文写出来 放在抽屉里头 100就是30年 它发明了微积分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各位今天学的微积分 是牛顿发明的 它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而发明的 这个里头的积呢 就是这个 是一个叫做万有盈利常数 那么如果是物体的话 我们这个式子 就用积分的方法来算 很麻烦 很麻烦 你要把这个物体 分成好多个指点 这个物体分成 无限多个指点 然后这个指点 其中一个指点 对这些的盈利 还有另外一个指点 对它的盈利 所有的指点 对它的盈利 通通算出来 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是一个物体的话 要用积分的方法算 但是如果说 这两个是物体 但是它是球体 而且是均匀的球体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 用它的球心 来算它的距离 球心到球心 这个是我们现在 要用 所以你要注意 M1 M2 适用于指点 只适用于指点 如果是具有体积的物体 要用积分计算 如果是密度均匀的球体 那么这个物体 可视为质量都集中于球心的指点 所以用的时候要 要记得它有这个限制 所以你们现在学物理的定律 我一再强调 你要注意它的 每一个定律 或者每一个式子 它的适用条件 适用范围在哪里 你要把适用范围 弄清楚 以后你再用的话 才不会出错 那现在我们首先就看 指点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我们假定地球是一个 质量均匀的球体 其实不是了 不我们妈妈糊糊的算 地球假定它是一个球体 而且质量是很均匀的 它的质量是大M 它的半径是大R 球心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一个质量 为M的质点 它距离球心是R远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是质点 那这个是一个球 均匀的球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 所有所有这个M的质量 都当作集中在球心 所以这就等于两个 质点之间的万有引力 当这个大R 远大于小R远大于大R的时候 这是地球的半径 如果这个距离很大很大 并不是在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表面我们都会做 这个如果是在 离地球相当远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把地球 视为均匀的球体 那么所以这个质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只受 因为它周围空气 离空气也很远了 离其他星球更远了 那我们就说它这个时候仅仅只受到地球的引力 这个引力我们用FG来代表 就是说Gravitation Force 地球的Gravitation Force 地球的引力 外游引力 那我们带到牛顶第二定律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指点 它的Total External Force 全部全部外力的合力 就只有这一个力 而这个力呢 根据万有引力 它就是等于这个 因为你这个时候可以把 这个地球当作一个均匀的球体 所以它的质量集中在球星 就是两个指点 应用第二定律 来源是这个 这个因 这个因会产生果 因为它作用在这个质量M上面 它就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MA 假定这个质量不会改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A呢 这个M约掉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要记得 质量为M的质点 离地球执行R远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是跟R有关 R平方成反比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所以它的加速度不是定制 如果R越来越小 接近于大R 就是小R等于大R的话 小R等于大R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M拿出来 这个是什么呢 G0 G0它就是 就是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个MG G0就是负G M over大R平方 那么这个就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这个我们在前面都介绍过了 这地球表面的加速度你可以把这些数字都带进去 差不多是这么大 OK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一个值点 一个值点 它这是地球 我们当作均匀的 质量密度都很均匀的 一个球体 所以它的质量呢 M1就是地球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球星 另外现在有一个另外的一个M 就是另外的一个值点 它的质量是M 它从A到B 圆着这么一个路径过来 在某一个时刻正好在P点 正好在P点 那我们现在 就可以知道 它在P点的时候 M在P点的时候 它所受到的力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倒出来 对不对 M1 M就用M1来代表 好 那么 这个力 就是说这个物体 仅仅只受到这个力 仅仅只受到这个力 FG 是指这个 这个 R是这个 这个应该画过来 R是指这个 这个箭 这个箭头 它从这里到这里的时候 从A点到B点的时候 这个力 对它所做的功到底是多少 多大 这个我们 其实也导过 也导过 那你就是把这个式子 这个 DotDS 这个时候的DS呢 就是这个DS 它可以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就是R方向的增量 R Univector 在R方向有个增量 D2 一个是在 跟R垂直的方向 就是Theta的方向 有一个增量 R D Theta 所以Theta Univector RD Theta 这个一Dot R Univector Dot Theta Univector 等于零 因为这两个是单位 向量是垂直的 所以只剩下这个 那它就变成 R dot R Univector 等于一了 所以它就是 最后 这个积分 这个积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积过 那这一项 这两项 就代表说 它这个功啊 是跟起初的位置 与末后的位置有关 跟它走哪一条路径 没有关系 刚刚是A到B 是圆这个路径 你如果从A到B 你画另外一个路径的话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可以写成 Potential Energy的样式 EP就是Potential Energy 那就是B点的Potential Energy 减掉A点的Potential Energy 那么它就等于 两点Potential Energy的差 的负值 两点 就是后来的Potential Energy 减到起初的Potential Energy 就是Potential Energy的差 的负值 那么我们已经讲过 并不是EP就等于这个 并不是EP就等于 它要有一个 有一个常数 我们不晓得是多大 不过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标准 设定R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EP等于零 就这些无限大的地方 它的位能是零 你把它带到这里头去 这个无穷大 这个是零 那就零等于零加C C就是零了 所以当在我们这样子设定的时候 EP是等于这么大 Potential Energy 那记得这Potential Energy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代表R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Potential Energy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看 Kapler 行星的运行定律 那么牛顿 他就是根据Kapler 这个天文学家 他所做的工作 而导出他的万有引力 Kapler的行星定律 那我们说 这个是行星 这个行星 这个是太阳 我们家庭太阳之类 用大M代表 这个行星用小M 那么这个行星呢 始终是绕着这个轨道在转 这个轨道呢 通常是一个椭圆的轨道 椭圆的轨道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 有一些